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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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好好說車 我是Jeff 今天我們來借到這台 號稱彎道藝術家 水暗之王的PGO TIG 那其實先前呢 我們已經有針對他做過賽道試駕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去看我們之前Red的賽道試駕影片 那今天我們是針對他 做比較偏向 一般我們通勤使用 一般道路使用 到底適不適合 騎起來又如何呢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進入主題吧 好的 那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它動力試駕起來的感受 它搭載的是一顆 169.5cc的單缸水冷引擎 可以炸出17.8p的最大馬力 這規格確實不錯 剛好我們同事宇翔呢 它自己的車有一台雷霆王180 我們剛剛稍微比劃一下 其實這台車呢 它在其中我覺得 會比雷王再稍微好一些 我們會發現雷王是 跟它有拉開稍微一小段距離 那可能到尾速之後 我覺得雷王可能還會 佔有更多的優勢 其中我覺得蠻大的原因就是說 TIG它的車重 比雷王還要輕上不少 所以它在其中的反應能比較好 我覺得也不是那麼意外的 那另外呢 我相信也有很多觀眾有疑慮 不是啊 我真的要快 我買一台運動型的125 然後再去改個缸 那不就行了呢 我覺得這差別在於說 他們的穩定度 以及妥善率 我們都知道 上一代的PGO TIGR 150 快是快 但是在穩定性上 大家覺得沒有那麼理想 那這一代PGO的工程師 他也特別強調 他已經針對引擎的耐用度 以及妥善率 做了一些努力 那首先我們看引擎的設定 那上一代的PGO TIGR 150 它的壓縮比是11.3 那這代 反而降了壓縮比 降到10.3 不過呢 我覺得兩者在動力上 我覺得差距其實不太多 那我相信 它靠著排氣量 稍微大一點 壓縮比 不用做得那麼緊繃 相信耐用度會有所提升 另外呢 像是它活塞有特殊塗 以及鋼頭做一體式的 我覺得對於耐用度 也有非常大的加分 那還有一點 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它在曲軸上的強化 我們都知道 我們改鋼車引擎 除了鋼頭 氣門漏氣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人家說 爆曲軸 曲軸會壞掉 有三個地方 最主要的是 曲軸兩側的軸承 以及連桿大端 裡面有一個滾針軸承 通常這三個是最容易壞的 那PGO也針對這邊做加強 除了兩端 它採用日系軸承大廠 NTN的製品之外 中間也用PEEK 那種滾針的軸承 那它有非常高的耐磨性 以及耐熱性 那用來作為軸承的鍍承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好的 那講完了動力 我相信 它的車身動態表現 也是非常多觀眾 想要了解的 首先呢 PGO原廠 它也提到 它針對車架 下了不少功夫 除了輕量化之外 它針對 本身的扭轉剛性 以及橫向剛性 都強化了不少 搭配它 原廠前後那麼有力的煞車 包括前對四後 對二 我即使用力煞 我依然可以發現 我們的車身動態 依然溫如泰山 不會有奇怪的晃動 這意味著 可以讓你在山路 可以用更快 更激進的節奏 更晚的煞車 我覺得這也非常棒 那除了車架本身的強化之外 它的懸吊 我覺得也是讓我非常讚賞的 前方33m的正義式前掌 後方則是五段可調的 方向的後避震 那它在設定上 定中帶軟 軟中帶Q 怎麼說呢 一開始我是覺得 這懸吊好像有一點點軟 但其實你中煞 填插 下沉到一定的行程之後 你就會感覺它主力感好像變強 不會再沉那麼多 不會有扣死煞車 然後前叉好像要到底 要觸底的那種感覺 不會 它依然能有效支撐住 那像有時候在高速彎的時候 我可能入彎前 煞車稍微重一點 甚至我在進彎的時候 帶行程的時候 我都還含著煞車 那這時候反而你會覺得 它前輪的接替性非常不錯 會讓我更有信心的進入彎中 進入彎中的動態也是非常穩定 你不會有感受到多餘的跳動 那出彎再搭配它這顆有力的引擎 直接一氣呵成 這種酣暢淋漓的操控感受 真的讓我感覺非常棒 你在安全帽裡面 還會偷銷的那種感覺 好的 那講完了剛剛的試駕感受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這台車真的是非常富有抄家樂趣 那接下來我來分享一下 我喜歡這台車的三個點 以及沒有那麼喜歡的三個點 首先我喜歡的第一點 就是針對它的坐墊空間 以及腳踏空間 它的坐墊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它坐得非常寬大 而且它發泡明的厚度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你久坐其實屁股都不會有很酸的感覺 整體上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它後座你要雙載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再來是前方的腳踏空間 它也坐得非常大 不管是你想要RV 你想要把腳跪到前面一點 你想要積心一點 它後面也有非常多空間 可以讓你去踩它 那當然你要前面要放東西 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第二個我喜歡的點 是全車滿滿的科技配備 包括它的頭燈尾燈 以及方向燈 都採用LED形式的 那再來是這個最讚的 5吋的TFD全彩儀表 它不但就是上面的資訊 所有的功能都有 它還整合前後行車記錄器 那你在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出後方的畫面 非常讚 那再來第三個 就是它整體均衡的拋架感受 不管在動力啊 動態以及自動方面 各種配備其實都達到一個非常均衡的狀態 其實你也不用特別去改 你光是這樣 就非常有駕馭樂趣 那我再來想 三個我不喜歡的點 第一個 我不喜歡的點 同樣也是它的空間表現 那這邊的空間表現 是指它的 坐墊下方的馬桶空間 那因為它後面 它放它電池 還有一些 零零扣扣的東西 還有尾燈的總層 所以它坐墊空間 有點出乎意料的小 那在深度表現上也普普 這點非常可惜 那第二個 我不喜歡的點 就是它車身的各種細節的表現 那我們說外觀其實有點說是 見仁見智啊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不過呢 在細節上 我覺得有些地方 它可以處理的更好 會讓它看起來更有質感 像是它那個 H殼後面的這個 塑膠殼 它有做過這個 蜂巢式的通風口 那我覺得看起來有點空 因為我們試驗過 如果我同事站在那 那我站在蜂巢的出風口 兩端 我是可以看到它眼睛跟它對視的 那還有像 許多塑膠殼的處理 我覺得 真的有一點點可惜 那第三個 不喜歡的點 就是它車身比例 我相信 很多朋友也覺得 好像 它的那個下方 包括它引擎 還有傳統的部分 看起來視覺上 比例比較短一點 雖然實際上 我們鏡鏡看其實還好 但是你把它鏡頭拉遠 你就會發現 它車身上半部的屁股 看起來真的很長 顯得下方後輪那邊 就很內縮 那這比較沒辦法 我們只能說PGO它比較注重本質 它為了要給你更好的乘坐的舒適度 比較大 然後再來 不錯的操控表現 所以它在軸距上 坐比較短 就變成現在這樣 對 那這點的話 就真的是工程師 為了本質的堅持 在美感上 可能有做一些妥協 以上 就是我們這一集 針對PGO TIG的 市價報導 以及新的分享 如果喜歡明天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加開小鈴鐺 喜歡文章色報導的話 也幫我們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 那你不定期會有新車相關報導 以及改裝別的相關情報 這裡是H1MOTO 我們下次見 掰掰